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我是一个教育博主 主要分享行外中文教学 学习留学相关的开放视频 如果你的这些内容感兴趣 并且想时间跟你成长的话 就请关注我吧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 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很久没有分享教学内容了 大家久等啦 我前阵子发布过一个B站的投票活动 让大家给自己最想看的影片主题投票 获胜的是教学方法 行外中文教育心理学相关的内容 今后我也会把教学相关的内容 做成不同的系列 这样大家回看视频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我也尽量分享各个年龄段 各个程度的学生 都适用的方法论和实际应用经验 目前暂定的系列主题有 语言学习教学相关的实用APP 课堂活动教学工具 教学理念教育心理学的实际应用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 或者有特别想看的主题 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这是课堂活动教学工具的第一期视频 关键词 Flash Card 闪卡 Flash 闪烁 Card Card 顺便提一句 Card这个概念是英文单词 Card 音译过来的 在利用音译引起学生兴趣的时候 可以适当提一下 这个中英文有关联的音译现象 闪卡在语言教学中 真是神秘一样的存在 我第一次接触闪卡 应该是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我的母亲大人把香烟纸盒 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在这些硬纸板上写拼音 用来练习每一个拼音的八音 最后将生母和育母组合在一起做拼读练习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甚至连手机都很少见 这种自制的闪卡就跟普通的玩具一样 学习的过程也不会像现在的学生小像说的那种不躁 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游戏 在游戏过程中我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 可以自己阅读所有带拼音的读 阅读量也与日均增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 很多学生都手持智能手机 iPad 3D眼镜 甚至BR眼镜 如果老师和家长还用这么原始的语言教学方法 诊诈还行得通呢 不过不得不说 闪卡确实还挺有用的 我们先重新来认识一下闪卡 一张包含少量信息并且辅助学生学习的卡片 如果要符合闪卡这个定义 我们要注意闪卡上的内容越简单越好 它只是一个学习的辅助工具 也可以延伸为字词教学的辅助工具 把一个完整的长句 甚至一个段落放在一张卡片上 都不能称之为闪卡 闪卡辅助教学的原理就在于 通过卡片的快速变换 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好奇心 比如关注娱乐圈的话 这很好奇明星婚变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名义 学习者也会比较好奇 下一张闪卡的内容 在自己快速反应的内容 卡片上的内容越少 这些内容就更容易附着在 学习者的短期记忆中 通过闪卡快速变换对大脑的刺激 以及不断重复学习过程中 对工作记忆的强化学面 逐渐将闪卡学习的短期记忆 转化为长期记忆 刚刚这段描述很学术 简单来说就是 快速学习少量内容 而且不断重复练习 总有一天 这些内容都会真正被你吸收 成为你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概念上来说知道闪卡是什么 那么闪卡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闪卡应该长这个样子 一面是target language 另一面可以是图片或者学生的母语 也有老师会把汉字拼音 学生母语和图片放在同一平面里 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把所有信息放在一起 并且同时呈现给学生 如果信息量太多 就很容易让学习者的注意力分散 如果可能的话 不要在闪卡里加入学生的母语 比如现在这张图片里 大多数人先看到的词语可能是谢谢 thank you 接下来再用拼音或者英语的认读方法 去读其他词语 因为所有人都更容易被自己熟悉的事物所吸引 我通常会在闪卡的一面写汉字和拼音 另一面放相应的图片 尽可能将对学生来说很陌生的语言 visualize成他们熟悉的图片 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是真正的物品 音频 视频等其他实实在在看得到 摸得着 听得见的东西 这种类型的闪卡制作简单 用途广泛 网上可以搜到非常多的可逃活动 我就来分享一下新手老师可能不大想得到的实用技巧 第一大点是跟读 拿着闪卡让学生repeat是最经典的教学方法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跟读环节中做一点点的改变呢 第一个方法 老师读大声 学生读小声 老师读的快 学生读的慢 这种跟读适合所有年龄短的学生 学生们需要高度集中才能及时读书翻译 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学习容易损耗精力 所以跟读时间最好不要持续太久 第二小点就是设置一个或者多个地雷词汇 比如告知学生考拉这个词汇是地雷词汇 大家可以跟读其他词语 但是听到或者看到考拉就不能再继续跟读了 跟读其他词汇的时候可以用刚才提到的大小声快慢速来进行 地雷词可以锻炼学生的听读呢 即使其他词语都是无目的地跟读练习 学生们也会牢记地雷词 不然的话就踩雷了 如果教年龄较小的学生 可以看到地雷词语的时候 捂住耳朵 蹲下 做保护自己的姿势 肢体上的动作也会增加趣味息 加深对词语的印象 第三个方法就是藏一个地雷或者一张魔鬼 只要搬出地雷或者魔鬼 就要复述前一个跟读过的词 可以全班一起做这个活动 也可以单独叫名字回答 这个活动让学生更加专注于跟读 并且尽可难将跟读过的词语记住 第四个方法 请生日在冬天的同学跟读 请生日在8月的同学跟读 请第一组跟读 喜欢吃苹果的同学跟读 在跟读过程中还能复习以前学过的词汇 比如日期季节食果等等 抓住任何可以复习知识的机会 第二板块 不懂游戏 闪卡背面尽量是空白的 第一个小游戏是找伙伴 学生A拿图片 学生B拿汉字或者拼音 两个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找到自己的partner 第二个小游戏叫发发乐 当然老师们可以命名自己的活动 所有闪卡背面潮湿 每次只能翻一张或者两张闪卡 所有的闪卡摆成正方形 长方形 摆成一条直线也是可以的 只要翻到相应的闪卡就可以取走 比如说考拉的汉字和考拉的图片 我就可以把它们取走 第三个小游戏叫call out 这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方法 主要用来复习学过的词汇 所有学生围坐在桌子前 学生多的话可以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 确保所有学生都可以看到桌子上的闪卡 学生分为两大组 可以是左边一组右边一组 按照顺序两两对决 也就是A组成员和B组成员对决 如果学生看到汉字和拼音的卡片 需要读出中文紧接着说出英文的意思 如果看到图片需要说出中文 说正确的或者最快的 可以得到这张闪卡 我会先把闪卡放在桌子上 对决的两个学生可以跟自己的组员低声讨论 还没有说准备好了 或者说老师还没有说开始就call out 闪卡就为对方所有 我手中的所有闪卡都用完以后 双方一起数得到的闪卡数量 可以复习数字 也可以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我刚刚说到的所有活动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衍生版本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设计课堂活动的思路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第一次听到某一首歌觉得很特别 下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回想起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的情境 可能跟谁一起吃饭 也可能当时的心情不好 这种由特定事物联想起片段记忆的过程 也可以应用在教学里 接下来要介绍的闪卡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们长这样 把小的闪卡贴在不同颜色的硬纸板上 比如我还喜欢红色 红色的硬纸板上有一朵吹风的云 这种天气叫做瓜分紫色和蓝色很不配 但是蓝色的云朵在紫色的硬纸板上下雨 教学的时候也可以复习颜色 红色卡片上的天气是什么 我刚刚说过 我不建议在教学的闪卡里放上学生的母语 但是一种闪卡除外 很多老师会把这些卡片当作教室的装饰贴在教室的某个地方 我更喜欢把这些卡片当作闪卡作为教学的一部分 正是上课前 我会把classroom rules 以闪卡的方式让学生更读一点 一方面是让母语为其他语言的学生练习口语 熟悉我们正要开始学习的语言 另一方面让学生复习课堂规范 有助于课堂管理 我的闪卡有安静 手脚放好 认真听 Raise your hand before you speak 现在我用中文说安静 手脚放好 等指令的时候所有学生都听得懂 有的时候母语为其他语言的学生也会跟庞贝的同学说安静 来提醒其他同学be quiet 星期的闪卡我会这样用 今天是星期六吗 是 今天是星期一吗 不是 今天是星期天吗 不是 昨天是星期五吗 是的 不但可以复习星期 也可以复习问局 不是 是的回答 复习昨天 今天 明天 如果每节课有固定的复习模式 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会变得比较有私信 中文里简单的问局与法非常相似 他们懂得如果问问题和回答 在以后的学习里会很有帮助 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种闪卡 也是我目前为止做过的最小的闪卡 学习汉字的时候肯定会提到片方不熟的概念 这个活动可以练习片方不熟的英文解释 或者中文意思 练习英文还是中文 要看学生的程度 第一步 两个学生为一组 学生会跟发扑克牌一样 把闪卡发给自己和学生币 而且要背面 也就是白的这一面朝上 一边发一边数数 一二三四 两个学生依次各自从手中随机亮出一张闪卡 放在桌面上 只要拿出来的是片方不熟 都要说出英文或者中文的意思 一旦手中的闪卡跟桌面上的其中一张闪卡配对成功 就可以取走这两张闪卡 比如牛字旁和aux是一对 粒字旁和power是一对 手中闪卡用完相互数闪卡总数 获得最多的则为赢 第一款动物或者其他闪卡的玩法是一样的 说出图片和汉字的意思 这种玩法的灵感来源于一种扑克牌游戏 小时候我跟小伙伴最喜欢玩的扑克牌游戏 叫做小花钓鱼 每个人依次将手中的扑克牌拿出来 并摆成一条 一旦桌面上的扑克牌和自己刚拿出来的扑克牌一样 头、尾、两张和中间所有牌都可以被拿走 老师们平时可以看看综艺节目里的游戏 也可以回想自己曾经玩过的比较有意思的游戏 稍微改动一下 都可以成为有意思的课堂活动 我今天提到的这些闪卡活动 有哪些活动可以稍微做一些修改变成新的活动呢 留言讨论一下吧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